6月18号晚间,名为李一峰粉丝团的微博博主发出长文,要求欢瑞开除李一峰经纪人杨佳音及其团队。 文中认为,杨佳音团队业务生疏缺乏底线,对待合作方跋扈,对待艺人切身问题敷衍,对待过失推诿, 在艺人的商业利益、财务问题、合约版权、团队管理、形象口碑、日常宣传等方面缺乏专业性操作,且存在着持续性、长期性的问题。 文中列出了杨佳音及其团队的几大罪状,包括虚假的社交身份,粗暴对待媒体和品牌公关, 党期安排混乱、收受贿赂、毫无职业操守。 所谓刀号事件,用李一峰的账号给自己点赞,形象图片版权侵权,粉丝见面会波折重重, 滥用李一峰形象代言某连下品牌,在李一峰交通事故事件后,对应不合理给李一峰造成的恶劣影响,消极代工。 助理嚣张跋扈,宣传乏力,官微发布错误不断,李一峰粉丝团的微博认为, 经纪人的无心无德,无法无责,是一人发展之路波折重重的最可怕隐患, 他们恳请公司及时为李一峰安排一位有能力的经纪人,扭转如今的糟糕局面, 看来此事不是粉丝一时兴起,而是积怨已久。 李一峰本人也在微博下评论道,大家早点休息,别熬夜,要听我的话, 我相信你们,你们也一样相信我,听我的没错。 粉丝瞬间感觉被偶像安抚情绪了呢?